大家好,我是比不中 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奥运会南篮八进四的比赛之中 美国队是在凯文杜兰特的率领之下 一度落后11分 最终是完成了一个逆转翻盘 那么这场比赛也是西班牙老将保罗加索尔的最后一场国际大赛了 这位已经41岁的老将 今天在有限的上场时间里面 他的贡献我也只能够是用这个微乎其微来形容了 几次跟凯文杜兰特以及追梦格林的攻防队位 也是明显处于一个下风 但是我们说 自从04年以来 保罗加索尔是参加了迄今为止 全部的五届奥运会 但是也非常遗憾 每次都是输给了美国队 这也是让我想到了 周瑜的粉丝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叫做 非于贝诺天不假年 据说当初拍这个三国的时候 周瑜的扮演者黄维德也是跟这个导演商量说 希望把周瑜的最后一句台词 这个寄生于何生量给换掉 就换成这一句 非于贝诺天不假年 这句话我们说 其实也同样适用于放在加索尔身上 保罗加索尔在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成为了西班牙国家队的绝对核心 他也是立志要率领西班牙国家队 登上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但是非常可惜 每一届都是被不同的美国队所阻拦了 这也正可谓是流水的美国队铁打的加索尔 此前四次加索尔都是作为西班牙队的绝对核心 打得也不可谓不好 甚至可以说是打得非常好 04年在雅典 加索尔是率领西班牙小祖赛是五战全胜 以这个小祖赛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却没想到淘汰赛第一个对手就是孟六队 我们说那届的孟六队 小祖赛是接连输给这个波多里格和立陶宛 仅仅是以小祖第四的身份晋级了这个淘汰赛 然后在跟这个西班牙队的比赛之中 此前五场小祖赛 场均只有四分 命中率是20% 三分命中率是12%的斯蒂芬马 布里居然是疯狂抽风 全场比赛是15投10中 砍下了31分 也是练领美国队 把西班牙队给掀翻了 然后西班牙队是只能够去跟中国队争第七了 最终加索尔也是有火无触发 只能够是拿这个中国队出气 在和我们中国队的排位赛之中 它是16投14种 狂赶37分 怒夺一个第七名的成绩 08年的北京奥运会 加索尔也是率领西班牙队最终闯进了总决赛 这次他们的对手是以科比和勒布朗为首的孟八队 西班牙国家队呢 开局阶段打的也是非常明确 抓住美国队空位年老速度慢这一点 抓住这个老同志然后上演非常精彩的挑篮 但是这一回合之后啊 这个老同志就被换下 然后也是鲜有露脸机会了 不过西班牙队也是非常的顽强 面对这支群心璀璨的孟八队 也是将这个比分始终是紧咬住啊 没有被拉开 但始终也是防不住韦德这个强攻啊 本场比赛韦德全场是砍下了27分 他投篮是12投9中 其中还包括四个三分球 值得一提的是啊 这场比赛之前 此前七场奥运会 韦德一共也是只进了四个三分球 真可谓是十也命也 然后随着科比面对鲁迪菲尔南德斯的一个高难度三加一啊 也是直接宣判了西班牙队的死刑啊 加索尔全场比赛是18投9中 砍下了21分 另有六个篮板 最终也是只能无奈的挂上银牌 然后12年这个伦敦奥运会 西班牙与美国是再一次相约总决赛 这件梦之队 我们说他们是保留了啊 科比和勒布朗这两位绝对核心 然后是少了一个吉祥物 同时又多了另外一个叫杜兰特的杀手 这场比赛打的还是非常胶着 杜兰特是一共只休息了两分钟 全场比赛他是连投待罚 砍下了30分的高分 但是西班牙队啊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在加索尔的带领之下也是多点开花 始终是紧咬比分 可是到了关键时刻 那还是球星个人能力决定胜负啊 勒布朗詹姆斯的顶人干拔三分 再加上最后一分钟以内 克里斯保罗的一记突破上篮 加分差拉大到两位数以上 西班牙队也是追分无望 只能是换下主力宣告投降 加索尔全场比赛砍下了24分 8个篮板7个助攻的准三伤数据 也是再提一枚银牌 然后就是2016年这个里约奥运会了 我们说这一年美国队是没有了 科比和詹姆斯这两位绝对大佬 然后杜兰特是成为了球队的定海神针啊 这次美国和西班牙也是在这个半决赛 就提前相遇了 那么决胜阶段呢 双方这个分差依旧不是很大 杜兰特是外线持球单打 一步过人之后来到篮下是抛头得手 紧接着在回防过程之中 杜兰特又是造成了对方这个卢尔的进攻犯规 直接是帮助球队垫进了胜局 本场比赛36岁的加索尔依旧还是饱到不老 19投9中砍下了23分率 有8个篮板 那么今年的美国队还是由这个凯文杜兰特领军 他身边的队友们比起前两届 星光是暗淡了许多 这个实力肯定也是要打一个折扣的 可是加索尔也老了 各项身体技能下滑都是比较严重 再也无法像当年那样在内线翻江倒海了 我相信这个时候加索尔这个内心独白 肯定就是岁月不饶人 我要是年轻个10岁15岁 那没准就能跨过美国队这个大山了 是吧 那么以上就是我个人的看法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 多多的支持 谢谢